当地时间3号 美国总统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 签署行政令将59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 并称该命令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生效 新命令是对美国政府此前一项 针对中企命令的修订扩大了打压范围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坚决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美国商界政府出于政治目的 实施针对所谓中共社军企业的投资净利 完全无视事实和相关公司的实际情况 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 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也伤害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 全球投资者的利益 美方应当尊重法治 尊重市场 纠正错误 停止采取损害全球金融市场秩序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径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坚决支持中国企业 批法背后自身权益